好 邱老师你怎么那么快 我作弊 所以我之前就做好了 这个档案在你们 在你们下载的那个 资料夹里面 有 那刚刚是要给你们练习感觉 所以一定得要求你自己做 那你回去可以自己再把它完成 那你刚刚那个下载的资料夹里面 你把它打开 里面有一个新制图基础班 那这个点进来里面 这里有一个社会常见理论10种 那请你找未分类的这一个 这个就是只有摘要进去而已 都还没有做其他处理 这个打开就是长这样 所以刚刚你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你回去慢慢练 我们是研习的关系 不是每天开的那个补习班 所以没有办法一直帮你训练这个部分 好 那所以刚刚经过你的阅读 你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摘要出来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羊群效应的时候 他重点就是那个头羊往哪里走 羊群就会跟着往哪里走 对不对 那这个讲的其实就是有样 学样盲目的仿效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既然你已经理解了 刚刚也经过阅读了 你已经把解释说成这样 你就看得懂了 而且现在不但看得懂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原点 对不对 把它收起来 请问你还记得羊群效应是什么吗 对 头羊带着走后面就跟着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羊群效应 所以当你阅读完之后 所以我们刚刚第一步就是阅读理解 然后栽成新制图对不对 那当学生要复习的时候 他要复习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 都会把那个参考书翻开 把答案遮起来 然后就去想说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 对不对 讲出来之后在手再打开来偷看一下 有没有正确对不对 不就是这个吗 各位刚刚已经讲出来对不对 讲出来我就打开来对照一下 对对对 那这个我就记得了 那记得了之后就不用再开了 就不用再开了 那如果这个蝴蝶效应 刚刚好像还没有背起来 没有关系 打开再偷看一下 对对对 就是那个蝴蝶拍动翅膀 之后就会引起很大的风暴 所以是初始的条件虽然十分的微小 但是经过不断的放大会造成巨大的差别 所以重点是小事不能糊涂 所以那个谣言就是这样子起来了 刚开始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那个邱老师很厉害 然后经过第二个就会跟你夸他 邱老师厉害不得了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 哇邱老师是一个神人 就是这样 那个都是谣言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叫蝴蝶效应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网路上去放一些消息 就是操纵 利用这个效应来做一些操纵 好 包括我那个打预防针有没有 那个我已经 这言习我已经先跟大家讲说 我们以实体课为主 那线上的老师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只是旁听 我可能没有办法服务你 所以 这个就是打预防针 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他们就不会骂我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没有先讲这个 那线上老师就会开始骂我 就说 老师我问那么多问题 你都不回应 因为我有先打预防针 好 所以当你了解之后再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 所以你就可以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效果 去让你的 你对这些理论去增加他的熟悉度 然后刚刚那个 参考 复习跟自己考自己的那个过程 在认知心理学里面 如果你有当过李俊宜老师的 收留课程 他里面有很清楚的解释 就是你的大脑要记忆深刻的话 必须透过不断的去检索 检索这些 大脑里面的知识去 让他再出现一次 然后再检查再出现一次 经过这个过程越多 你的大脑的知识越容易固化 所以越容易学习 所以这个都是有理论依据的 好 那请各位把这一个档案打开 10种 常见社会理论未分类 那我们接着让他 接着要带大家来做一些应用 在资料夹里面 资料夹里面有一个基础 新制图基础学基础课程 然后里面有一个社会理论 10种未分类的那一个 请各位把他打开 就假设你刚刚已经全部读完做好 然后已经先打开的人啊 如果你刚刚还没有做完的 你就趁这个时间把他稍微熟悉一下 顺便把这些东西学起来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你的处事之道 还有这个学校经营之道 还有你的班级经营的一些 都可以用得到 这个是很重要的社会理论 有找到吗 好在那个基础班 新制图基础班那个资料夹里面 基础班基础班 对 然后有一个10种社会学理论未分类 未分类 好把它打开 好那你刚刚还没有学会的 现在先复习一下 赶快复习一下 我这个课是外面那个什么超级记忆啊 普林斯顿啊什么 那种不得了的一天可能要几万块的那种课 而且我的 我有教后社他们是不教后社 好还有没有人还没打开 你开了吗 对 我们等一下用它来练习 好因为我们下午有塞了一些那个AI的部分进来 所以我们本来 本来是要大家练功的课我把它就 往前浓缩了一点 所以我们 就没有那么 比去年的课没有那么搭直 但是各位还是可以练到整个流程 没有办法 这是因为那个有钱的是老大 给经费的人有说话 现在AI当红 一定要塞一些AI进来 所以我们才会稍微改一下 那AI有时候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效率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 有一些核心的基本能力 你还是必须要有 不然的话你会 没有办法控制AI 你会被AI控制 所以那个核心很重要 就你不是这个领域的 然后你去用AI 你会不知道他生出来的东西是对的还错的 然后你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然后你的长官问你 这到底是什么 叫你解释你也解释不出来 因为那是AI生的 我怎么会知道 但是如果 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你在用AI的时候就会得心应手 你知道怎么用 而且他出来的资料 你马上一眼就可以知道说 哪里有问题需要修正 而且长官问你的时候你什么都知道 这个才是真正用AI的好处 所以不要AI时代来了 结果你变成AI的仆人 那就糟糕了 我们要当AI的主 好各位都打开了 我们要继续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刚刚已经这个阅读理解也做成摘要了 所以现在 这一个 这个东西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新制图 就是关于这一个概念的一个新制图 那通常 我的习惯会把它 列印出纸本 因为列印出纸本呢 他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你放在床头 放在厕所 因为他复习很快对不对 看一眼 一个概念看一眼一秒钟就大概就 就已经回溯一次了 记忆都会加强 所以这整个大概 应该不用一分钟可以复习完毕 所以你把它放在厕所 你上大号嗯嗯嗯的时候 就顺便怎样 就又学了一遍 放床头早上起来看一下 对不对 所以 那个爱森豪斯有一个 有一个记忆遗忘的效应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你如果一天不接触 就是如果你是知识的学习的部分 你一天不去复习他 他会掉到 剩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隔天再不接触 几天再不接触 其实你很快忘记他 但是如果你经常的 就是少量多餐 经常的去复习 你的知识会巩固的比较好 不过这个还是次要的 为什么 刚刚有讲过 知识的学习需要不断的复习 他才可以比较容易进入永久记忆 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繁琐 但是如果你经过你的一些 手动的操作变成身体的经验 那这样就变成经验 就会永远记得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之前推创课教育 因为创课教育的最高层 就是这个部分 那不是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通常会印一张拿出来 把他放在手册里面或放在床头 放在哪里 就给他放一张 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很需要去学习记忆的话 会这样处理 那现在来到第二个阶段 刚刚是一般的学霸 我们讲 如果你是一个更厉害的学霸 或是你是教出学霸的老师 你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我今天要背的这个东西 有十项 十项很多对不对 根据米勒的理论 那个神奇数字是7加减2对不对 那个所以你的工作转存区 就是我们脑袋的工作转存区 只有7加减2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记手机号码的时候 0912 519 373 10个数字很难一次记住 你走到门口就忘掉 但是如果你把它分成两区 0912 519 373 你就这里走到校门口可能都还记得 你分成两区 那个就少于7加减2那个数字 就会比较容易记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7这个数字早就被推翻了 那个扣温在应该是20年 十几年前吧 就已经把研究改成推翻了 推翻那个7 现在是4加减1 所以你的暂存区 事实上只有剩4加减1 那所以就一直就是说 现在滑手机的时代对不对 他那时候他怎么那么厉害 那时候还没滑手机 就是你的大脑的容量 你的金鱼脑袋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请你切记一件事 不要一次教太多事情 你的概念一次不要教超过三个 最好是一次一个 那所以当你像我们教电脑也是一样 如果你一次教太多步骤 等你讲完 他马上就忘记我要干嘛 所以我们一次都会教最多三个步骤 然后讲完之后 再跟你提示一下123 然后你等一下操作的时候 你才会记得说123 这样 所以你看这一次十个 一次十个我如果 收起来马上问你 你应该也很难背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呢 分类 所以各位第二步是分类 把这十个知识点做简易的分类 那这个分类是很个人的 我们刚有讲新制图其实是 蛮个人的一个智慧的操作工具 所以你的分类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都没有关系 如果要分类各位看一下 羊、蝴蝶、青蛙 我这个帮你排得好好的 所以你比较容易分 这是我的破绽 下次我把它混乱一下 好,羊、蝴蝶、青蛙、鱷鱼、鱼、鱼、刺蝟、手 你看这些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好像都是有生命的 对不对 那有生命 那我可以增加一类 对不对 比如说 它是生物 生物 那我就把这些选起来 把它移到那个生物的后面 这个叫做重新分类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都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 那我可以 比如说物品好了 或者如果是那个自然科 它会叫你说非生物 它是二元的分法 生物跟非生物 这边随便你 这边是 思绪都是自己的 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 你就把它放这样子 或者是非生物都可以 那你放了之后 这个二八不是物品对不对 那我用非生物好了 那其实你也可以分成三类 也没有关系 那你分好之后 各位六个是不是比刚刚十个好近 而且这六个都是生物 那如果你 你觉得 如果你现在服务的对象是 国小学生 六个应该对他们来讲还好 因为年纪轻 那个脑容量的可开发的 那个还很大 那如果你现在教的是 五六十岁 快要这个 就脑袋已经不太重用的 记不太起来的 那个走到门口就会忘记要干嘛 对对对 这时候我们就要再分 就尽量分到那个4加减1以下 所以我们再分 各位再分一下 来 这可以怎么分 有翅膀没翅膀 那就是蝴蝶跟 翅膀跟五 翅膀跟五 那水跟碑跟那个 好水跟路 水跟路好像比较平均一点 对不对 好 水生跟路生 好这边也没有说 没有跟你很讲究 就是说 你说碾鱼是淡水的啊 什么是海水的 没有那么讲究 就是你自己知道就好 好 那我就把蝴蝟放到路深 这个放到陆地 然后水呢 这三个可以 在游水的环境下 好 这样三个 三个就好记了对不对 好 那好记了之后呢 刚刚我们来检测一下 那个水里面有青蛙、鳄鱼、鳄鱼 对不对 水里面有什么 青蛙、鳄鱼、鳄鱼嘛 对不对 三个很好记 三个还记不起来 可能就要去看一下医生 三个很好记 好 再来陆生、羊、蝴蝶跟刺蝟 好来 陆生三个 好很好 好 那如果你还 你比较 我们有的人比较龟毛 他说 这个蝴蝶不是鹿生 他是天上飞的 那你就再分一个陆海空这样 这样也可以啦 好 那这边飞生物 飞生物四个 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 也可以把它独立出去也没关系 但是四个应该还好 手表、窗户、木头跟二八 好 好来 四个 木桶二八嘛 手表、窗户、木桶二八 好 那我们现在整个来一次 好来 生物的部分有分两大类 对不对 水里的跟不是水里的 来水里的哪三个 鸾鱼、鳄鱼、青蛙 陆地上呢 蝴蝶、羊、刺蝟 对不对 非生物的四个 二八木桶、窗户、楼表 四个 好 所以基本上 对 基本上你看你们现在 十个就记得起来了 对不对 好 以现在来讲 目前来讲 对 所以我们还有更进阶的 哈哈 我们还有更进阶的 好来 各位看一下 好 现在开始 刚刚是做那个分类的动作 所以新日途第二个很棒的用法 就是他可以帮你做分类 你刚刚在那一堆混沌的社会现象 一堆杂乱的知识里面 你把东西重点都给挑出来 那挑出来之后 你现在又做了简单的分类 不但协助你记忆 还可以让你把架构离得更清楚 所以新日途真的是很棒的东西 所以你有时候在讨论一些 你未知的事情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 要怎么弄的时候 就没有关系 先把想法通通丢出来 丢出来之后 你再慢慢的去做分类 分类分好之后 你就会开始发现一些美感 这个架构底下比较缺 我再想一下 那个架构太丰富 所以你在拿来上课教写作文 有没有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课 这是 这可能是新日途其他的应用的课 然后你就会 就会有比较 比较棒的一个架构出来 接下来进一步 来看一下 这三个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找关系 分完类你要找关系 这三个有什么关系 想象一下 这三个可以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就能够启动连锁记忆跟故事记忆 所以你要去想办法找出他的关系 所以没关系要找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社会都是这样子 最好是三个都能扯到一起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说到剩下三个 食物链对不对 有没有 谁会被谁吃 最小的是青蛙对不对 鲜鱼可以吃青蛙 对不对 然后鳄鱼可以吃鲜鱼 所以他有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移动一下顺序 把他从小到大排好 那个鲜鱼要吃青蛙 鳄鱼要吃鲜鱼 这不就是堂囊补馋 黄雀在后吗 请你想象一下情境 所以有一个池塘 或者有一个河边 有一只青蛙 在那个岸边 勾勾勾勾勾的叫着 然后可能看到他的食物 或在那边呆着 或者在水里面游着 那个鲜鱼从水底下经过的时候 哈哈大笑 我的午餐有着落了 所以游过去要把它干掉 这时候鳄鱼在下面已经等很久 虎视眈眈等很久 就等你鲜鱼过来 经过我的嘴巴 我一咔嚓就把你给干掉了 所以这一个很生动的食物链就形成了 各位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情境 在你的脑袋的那个画面 很重要喔 来各位闭上眼睛 想在脑袋里面想象一个画面 在一个湖边或者小河 小河的里面 有一只青蛙很悠闲悠闲的踢着脚 在那边游着游着 然后呢 那个鲜鱼 这时候那个河的剖面图 你沉到水里面 你看到那个河的剖面图 有一只鲜鱼看到了那只青蛙 往他的屁股后面游过去 然后这时候头上冒出一个想象的泡泡 我的午餐有着落了 这时候形容的越夸张越好 学生越容易记 因为记忆的法则就是越夸张 越不可思议 或者有香味有臭味的那种 就或者越好笑 对 这时候呢鱷鱼 在那个泥巴河底的河谷的泥巴里面 已经 躲在那里很久了 很久没吃饭了 然后两只眼睛就看到那个鲜鱼游过去 开始露出了那个埋在泥巴里面的微笑 午餐聪明有着落了这样 好 可以睁开眼睛 那个画面已经在你的脑袋里面形成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等一下你要讲这个部分呢 也不用特别去记什么 你就把那个画面想象一下出来 三个东西自然就浮现了 那个故事也都跑出来了 没错吧 这个叫做故事记忆法 或者那个图像记忆法 你可以把关联记忆法 你可以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 那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所以水深的部分解决了 那三个 如果这三个可以扯上关西 又跟刚刚那个水又很靠近 那就更好 这全部就可以放在同一个画面 对不对 这两个是在 羊跟刺蝟是在陆地上 在草地上活动的 那蝴蝶呢 可以在草地上的空中飞舞 对不对 那所以可不可以这样 好 蝴蝶就是在有一大片草地 那旁边可能就是刚刚那个虎 在这个草地上呢 蝴蝶在花虫中飞舞 对不对 花虫中飞舞 然后 那个羊群是小羊 小羊很调皮 各位如果有 有看过小羊 我在新社的时候 那个有学生上课的时候 那个羊跟着他跑到学校来 然后跑进办公室 然后那个羊是看到什么都吃 那一只已经是大羊 所以他就会把那个头靠近桌子的旁边 然后靠近桌子旁边 能够被扯下来的东西你知道吗 他都把他拿 都把他吃掉 所以那个上面的纸张啊 还有那个笔 他都要把他吃掉 对 很好玩 那个羊 所以那个小羊很调皮 就看到蝴蝶在那边飞啊飞 他就会跟着在那边跑跳 对不对 这很常见 在那边一边跑一边跳 然后追着那个蝴蝶跑 然后刺蝟身上有尖尖的刺 躲在草丛里面 本来很安分的呆着 对不对 那羊在追蝴蝶的时候很不小心 就不会去注意看草丛有什么 然后就跑啊跳的过程中 就被他 就碰到刺蝟 刺蝟就 发痕 就刺了他一下对不对 好 现在故事就形成了对不对 好来各位眼睛闭起来自己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给你五秒钟 好 好 那我们为了跟刚刚的水声的扯在一起 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一块很美的草地 然后旁边有一个水塘 然后有一个池塘 是这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这六个东西就可以连在一起 而且那只蝴蝶呢 可能在那个草丛飞舞的时候 那个草丛是在湖边 湖边有水的地方 水草长得特别茂盛 会开很多花嘛 所以这有可能呢 他也会是青蛙的食物链 因为青蛙就在岸边活动看到了蝴蝶 就要准备要上岸去伸长他的舌头 把蝴蝶卷进来吃掉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就连起来了 好再来 比较复杂 比较难的是这边 好 什么情况 会有木桶 木桶是拿来干嘛的 装水、腌酸菜 应该装东西的 储存东西的、腌酸菜的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储存的用途 那二八 二八是一个数字 数字跟什么有关 比较可以想像到的大概是跟 年龄有关 跟尺寸有关 比如说腰围28寸 年龄28岁的美少女 然后还有什么跟二十八有关 对啊二八年华的美少女 好这个有点难过 好再来窗户 什么地方会有窗户 可能要有建筑物的地方 对不对 可能是农厕 或者是一般的建筑物对不对 这种地方会有窗户 好那什么地方会有手表 人嘛 人会戴手表嘛 所以很明显的这两个 可以放一起 然后可能是有一个28岁的 青春美少女 身上有戴手表 然后这个木桶跟破窗 可能是在某一个建筑物里面 有窗户有木桶 那这个应该就会是在储藏室 或者是洗澡的地方 对很有可能 然后好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 对 好很好 那个 司马光的故事 好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刚刚 老师讲的那个故事 有 对对对 好 另外一个故事 如果你要跟这个情境 比较符合 这个应该是一个 一个花莲很常见的一个乡下地方 然后有一栋很美的民宿 民宿里面的浴室 有 那个 他们泡温泉 用木桶来泡温泉 很高级的享受 那这28岁的美少女在这个浴室里面 用木桶在泡澡 然后他习惯会戴手表 可能是一个上班族 然后他的浴室有窗户 有窗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好 那这里怎么跟这边扯上来呢 扯上关系呢 如果你扯上关系 同一个画面就可以一起解决 如果你没有扯上关系 你就要分成两个故事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 所以能够扯在一起 同一个画面一起解决 那就是最高的段数 对 所以你看 这个窗户有没有 因为这个羊会 羊刚刚被刺猬刺到会乱跑乱撞 因为很痛 所以就到处乱跑乱撞 那有没有可能撞破窗户呢 是有可能的 但是那个窗户必须得在下面 是气窗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浴室可能下面有气窗 所以就是那个羊会跑过来撞破窗户 然后那个 可能那个28岁的美少女 正在水桶里面本来悠哉悠哉的炮杂 很舒服 今天是礼拜六 然后在里面悠哉的炮杂 然后被那个 被羊撞破窗户那么吓一跳 突然想起来看一下手表 哎呀 邱老师今天在道香国小开演习 我要去上课 对不对 这样整串是不是就连起来 出门又不小心踩到智慧 无穷回圈 好 好 很好 那所以你就把整个故事给连起来 对 对 好 就可以无限的循环 好 现在请你把眼睛闭起来 好 好 想象呢 你是一个富有的人家 你种了乐透 你在这个寿丰买了一栋乡村的别墅 你有三百坪的大别墅 然后还有一千坪的这个草地 那个云山水大概就是你家 好 然后 所以你的草地旁边有一个浦 好 这一天呢 你就在浴室里面泡澡 就把那个 把 对 你是二十八岁 那个回到 回到未来 不是 回到 回到二十八岁 有一部电影回到二十岁 好 不然可能是你的女儿 她要记得介绍给我 忘记了 不好意思 好 好 所以她就放了一桶热水 在木桶里面 然后很舒服的在里面泡澡 然后 然后这时候那个镜头 转到外面的草地上 外面草地上 那草地非常的优美 那边云山水 那定期都会有人在维护 所以草啊花都长得很漂亮 那在湖边 湖边的草地上的花 有蝴蝶在那里翩翩飞舞 那这时候呢 在岸边的青蛙 就看到了蝴蝶 我的食物在那里 在那里快乐的游完 我就慢慢的靠近 然后张开嘴巴 准备把舌头给伸出去 把它给吞掉 饱餐一顿 这时候在水里面的碾鱼呢 就刚好从下面游过去 也发现了他的猎物 那个青蛙想要吃蝴蝶 然后呢 嘿嘿 刚好成为我的这个盘中孙 所以我的午餐也有着落了 所以他慢慢的朝那个青蛙的屁股 游过去 这时候呢 在湖底下的这个已经 已经 半天没吃饭的鳄鱼 就从那个泥巴里面露出他的眼睛 看到这个鲶鱼 就准备要趁鲶鱼经过的时候 张开嘴巴就一口把它咬下去 那所以这个蝴蝶呢 在上面完全不知道他的敌人在靠近 这时候呢 你养的三只小羊呢 就在草地上玩耍 其中一只呢 比较调皮 在草地上跑跑跳跳 跟着那个蝴蝶的屁股在那里 一边跑一边跳 一边吃着花 一边跟着蝴蝶在跑跳 没想到呢 草里面有一只刺蝟 正在休息 那这个羊呢 跑跑跳跳的这只小羊呢 就不小心踢到那一只刺蝟 刺蝟一生气 就把身上的刺 就往那个小羊 身上给刺过去 那小羊被他刺到 哀哀叫 然后眼睛闭着头 闭着眼睛就到处冲撞 不小心呢 就 冲到那个浓舍 浴室的浓舍 就不小心把那个气窗给断货 啪的一声 巨大的爆裂声 把那个28岁的美少女的我 从木桶里面惊醒 然后吓了一跳 突然想到 今天那个邱老师在道乡 有上新日途的演习 快看了一下手表 现在已经10点了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就赶快出门了 所以整个一个故事 各位那个画面 可以睁开眼睛 当你想像这个画面想完之后 十个东西都在里面 所以你就在review一下那个故事的同时 在想到青蛙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青蛙效应是什么 给复习一遍 想到黏鱼的时候就可以想到说 原来是那个 那个沙丁鱼在运输的过程中 存活率很低 所以我就放一个他的天敌进去 那这条黏鱼因为是沙丁鱼的天敌 所以沙丁鱼会 紧张不安的一直在游动 保持他的活动力 所以我们在那个学校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学校已经是个非常老的学校 老师都动不太起来 这时候身为一个英明的校长 应该就要引入心血 让这个心血去刺激一下学校的老师 让他们的思想有一点进步 有一点更新 有机会再活化起来 所以你就要开始去透过那个故事想一遍 然后把这每一个效应拿出来 复习一下他的原理 然后想一下他的应用 各位 OK吧 我们要不要练习一下 好 来 各位我们休息10分钟 然后各位可以自己想一下练习一下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 等一下那个11点20分继续上课 好 想的过程中 你不需要一直待在这边嘛 对不对 你去上上厕所一边走就可以一边想 看看 那个绿色的山 远近舒服的同时也可以想这一件事 所以 这个复习的这一件事呢 思考冥想这一件事 可以 在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所以 如果你的小朋友会这样的一个方式 以后上下 上上学的时候啊 你载他去上课 对不对 他还在车上 开车是你在开 他又不用开 他就可以复习一下这种东西 好 好我们休息10分钟哦